刘明凯正在做九层塔芒果蛋糕 来台湾之前从没想过 这两种食材结合 竟能擦出新火花 其实一开始是很怕九层塔的味道 直到我吃了咸素鸡 我才觉得 怎么九层塔其实可以那么香 加入九层塔汁做成蛋糕体 芒果做成慕斯 巧妙的口味意外融合 滑顺爽口代表在地台湾味 又成了它的招牌甜点 其实一开始对台湾的食材不熟悉 所以我只能就是用探索的方式 但我觉得那才是最好玩的 因为你不知道它会撞出什么火花 所以当它撞出了一个火花出来 你会觉得说居然可以这样子玩 另外像是洛神花也是创新食材 酸甜的洛神花蜜饯融入蛋糕 又是一番滋味 来自新加坡32岁的刘明凯 原本是因为前东家展店来台住点 没想到在台结婚还自行创业 而且甜点店名就沿用阿公的小名 就是想贯彻阿公留给他的创业精神 传承我阿公给我的那个精神 所以我一定要做到最基本的 比如说不可以偷工减料 不可以欺骗客人要诚实 这些是他教会我的东西 所以我一定要把它带到我的工作领域里面 跟生活上 香兰戚风 新加坡口味的一个代表 到新加坡一定会去买回去的伴手里 有着芋头香气的香兰叶加上椰奶 对新加坡人来说再熟悉不过 老乡不只从中体验家乡味 更能感受刘明凯在台湾的付出 一路看着他成家立业 在这种疫情的当下 大家都已经不是很想做生意了 他居然一头就宅下去了 真的佩服 生活圈几乎围着甜点打转 刘明凯不断研发多种口味 虽然家业事业两头忙 但他乐此不疲 希望有天能在淡水老街上 开间咖啡店 让更多人能品尝他 用心制作的美味蛋糕